开始 Round 2 对手或者是进攻 这样的话应该说对手 对他来说就很难构成一些威胁 因为本身对手个子比较低 在时空关系上出在很不利的地位 所以呢他如果能够高举高达 能够进攻 能够使用推踢 下批 击头等等 会给对方造成 这个的分数上的 心理上的以及比赛 实距上的三重的优势 所以说呢那么应该这样打的话 他会越打越好 越打越好 那么这场比赛 就有很 好的 夺金的这样一个可能性 郭云菲刚才又是 转身后踢 对像这种转身技术以及 转身完了以后双方的贴靠这样的 几率应该减的更少一些 诶 因为本身对方各自低嘛 如果进战的话会给对方造成一些有力的得分的机会 嗯 虽然现在分数没有变好 但是郭云菲的今天转身的后线踢 包括他刚才 推踢 虽然没有能够击中对手 但是他这一系列的进攻动作给人感觉在场上 他现在是比较积极主动 至少是属于优势的这种一种状态 对一定要先出 对一定要先出 特别是利用对方比分落后急于进攻的 还没进攻出来的那一瞬间 嗯 那么去进行先攻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得分不丢分 对方不能够做出一些专业反应的这样一个事态 嗯 那么 哎 再慢动再看 其实刚才对郭云菲他这个 如果近身的话你看近身的话 基本上对对方的出腿 对 女子67公斤的金牌到底归属伊朗还是中国的这样一个时局 嗯 已经开始 伊朗选手刚才也是企图想采取高腿的下批 但是无奈郭云菲把距离拉开 加上郭云菲的身材比较高大 所以这样的话矮小的运动员企图从上向下踢 那么这就比较困难 对应该说郭云菲他年纪虽然小 但是呢经过了几次大赛的锻炼之后 那么这次亚运会的表现还是非常的沉稳和稳重 在刚才的半决赛过程当中也是在比赛 最后跟韩国选手 嗯 在接近比赛结束的时候还是比分0比0的情况之下 他一次击头 在最后所剩无几的时间之内 那么采用了一个必杀技 那么战胜了韩国选手 挺进了今天的决赛 那么说明这名选手的心理 以及他的比赛经验已经在逐渐的成熟起来了 特别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开局 以及对抗过程当中 以及他现在比分领先4分之后 所采用的一些技战术去应对目前所要处理的时局 应该说还是恰到好处 另外我们看到郭云菲在4比0领先情况下 他不断利用他的推踢前踢来控制距离 就不让对手贴上来 对 你提手贴上来我推踢一脚把你踢开 对 这样呢既能够起到防守的作用 又能够破坏对方的进攻 同时推踢本身还有得分的可能性 对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这个举措 如果再有可能的话 再做一次前脚或者后脚的下批击头 那么这场比赛的金牌就归属于他了 郭云菲在第二回合当中 利用击中对方的驱干得到一分 现在是4比0 对 对 好 这虽然没有下批到 但是这个机会是把握住的 对对对 这应该 一定要利用对方急躁 急于进攻的这样一个时间 进行防攻的转换 这个时候特别的危险 一定要注意防头 注意防头 注意防头 对 对 宁可吃一个警告 再吃一个警告 对还有一秒钟的时间 对方基本上没有可能再去在他头上得分 非常不错 中国获得了第二块亚运会的金牌 他也非常的高兴 这样的话呢 中国选手郭云菲 4比2 战胜了伊朗的 帕里赛法尔西迪 为 中国 在本节亚运 对 对 对